欢迎收看金灵天下摩根大通表示 大多数的美国人在疫情期间 已经花光了他们的储蓄 那么有99%的美国人 明年的财务状况 恐怕是会比现在还要更糟 而零售销售的龙头窝马的高层也说 民营能量消费目前来看是比较偏向保守的 另外在科技股的部分 超维跟Google发表了新品 带动了股价在昨天出现了飙涨 AI旋风是有机会再起 台湾哪一些相关的个股可以受惠 另外还要关注的是在中国大陆 前外交部长秦刚 那么传出他在先前有透露一些军事机密 给西方国家 结果传出他在7月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遇害身亡了 接下来还会不会有习近平的人马 在遭到诊断呢 还有在日营的一个部分 日营总裁 那么现在认为说 在整个宽松政策的部分 接下来有可能会出现转变 这也带动了日元的一个走身 被动员舰有机会来受惠转单效应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欢迎邀请到总经专家吴嘉龙 惠宇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永明 大家好 前基金经理人温建讯 惠宇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教威良 我们看到整个高利息时代 摩根大通去说 其实很多的消费者 已经花光了他们的积蓄了 明年的状况会更糟 而且在先前一连串的升息 但是为什么只有两成的美国人 可以把钱存在 超过3%的储蓄账户呢 好 统计在疫情的期间 因为大家没办法出门花钱 所以整个美国的家庭储蓄 最高峰的时候达到2.1兆美元 随着这几年大家报复性的消费 其实几乎真的是花光的储蓄了 因为现在剩下多少 剩下不到1480亿美元了 所以大幅度的降低之后 我想今年提早花光的消费的动能 看起来明年就直接要从总金 或者说市场上来做偿还 也就是说今年大家看到美国 似乎避免掉衰退的危险 因为消费的韧性非常的强 可是毕竟这个储蓄 已经要见底了 所以明年可能 美国还是会有这种持续讨论 是否硬着陆或衰退的声音出现 关键还是要再看消费的部分 说到其实美国人 现在的投资理财模式 很特别的是 根据调查显示 大概有20%的美国民众 他并不知道他现在钱放在银行 到底可以领多少利息 另外也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 他现在存在银行所领的定存的利息 是超过3%的 这比例很低 其实我们去扫描了一下 现在美国银行所给的存款的利息 低的话从0.01%的也有 高的可以高到5.75% 这落差之大 我们取中间大概抓3%以上 算是中高的利息水准 所以其实在这个唯利时代之下 不知道为什么 美国人不是很在意说 银行到底可以付他多少利息 是因为工作太忙 没时间去打点这些理财行为 还是观看股票市场的报酬率 动辄这些科技股 可以飙40 50% 赚那个就好了 谁在乎银行的利息 差那个一两个百分点 还是说其实美国人大而化之的个性 其实钱放在那边 他也懒得去管 我们不知道 不过其实这也很可惜 因为在升息的时候 如果你该从银行多拿到利息 没拿到 明年要走向的是 降息循环 这个利息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 也会影响到就是 接下来美国人的资金 是会放在银行 还是会进入到股票市场 或债券市场的选择 另外最近美国 打算要针对银行来收紧资金 我们知道银行的业务的一个根源 是来自有就是存款跟放款 之间的利差 也就是左手我对民众收收了存款 另外右手再把它放贷出去 赚取在中间的席差 可是以现在来讲 这个美国政府打算就是调高 美国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过去我收这么多民众的存款 我可以有一定的比率贷放出去 未来这个能够贷放出去的比率 必须减少 要留在银行的体系之内 这个就叫做存款准备金 这个比率准备要把它拉高 这个对于其实 他们的贷放款的规模 就可能会缩小 对于银行的相对的资金成本 就会提高 那怎么办呢 这样的话 就不利于银行明年的业绩展望 可能它的营收获利 都会因此而趋缓 那怎么办呢 可能就必须要转嫁给消费者了 换句话说 我必须进一步的去提高 我给民众的利息 所以在贷款的利率上面 我觉得对于中小企业 可能它的负担会加重 还有对于本来的信用条件 相对就比较差的一些 所谓的中低收入的民众 他取得贷款的额度可能变少 还有你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 也就是说 他在借钱的成本也会提高 因为银行要维持自己的利润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紧缩的效应 还是会持续的反应在 未来的整个美国经济 跟股票市场 所以可以看到 美国最大的连锁零售商 WOMA最近就提到 其实他们发现他们的产品 已经有所谓的通缩现象 这边要注意的时候 并不是在讲美国的 整体的经济在通缩 因为明明大家其实前一段时间 还是在关注通膨 不是这么快突然 从通膨变通缩 但是有特定的一些产品 比方说消费性的电子产品 它事实上是持续在叠价 可能你这个月不买 下个月再买会变得更便宜 所以消费者就会有一些 多等待跟观望的一个心态 这个当然对于零售商来讲的话 它有些产品越卖越慢 这个就会形成库存堆积的压力 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财报 会开始变得比较不理想 所以最近WOMA的股价 其实也是非常疲弱的 它当然就代表的是 整体的美国的消费力 事实上已经开始有一些转趋 疲弱的一个迹象出现 还有根据媒体集团的预测 在2024年 明年的全球广告支出的成长率 会放缓到5.3% 较今年的5.8% 呈现就是蛮明显的下滑 最主要就是反映出 现在刚刚前面提到的 消费转弱的问题 如果大家不太想消费了 或者说该买都买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你投放广告 可能收到的效益 也会大打折扣 再加上有很多过去 大买广告的是来自于 中国的企业 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也是缩减支出 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从广告也可以看出 整体经济的热度 慢慢的似乎有点慢慢变温 甚至有点转趋变冷的迹象 不过说到要带动美国的经济 是不是可以靠AI 末日博士卢比尼就说 现在AI有助于可以释放生产力 甚至能够提高美国 7%的GDP 好 2023年的今年 大家把AI视为是发展的元年 那明年来看 2024年 AI最重要就是要走路生活了 作为更广泛的应用 未来来讲的话 AI晶片能不能有更强大的效用 而且能够让价格逐步的降低 扩大企业采用的意愿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以这个超微跟辉达来说 其实目前就是在AI晶片 就直接要来一个巅峰对决了 因为超微也发表了最新的 MI300X晶片 其实他瞄准的 就不只是辉达的H100了 甚至就是辉达更先进的H200 因为在整个超微的MI300X的部分 其实它的效能也好 或者说它的一个记忆体容量 其实都大幅度的提高 另外来看的话 今年美国的科技龙头 其实也形成了股价的争霸战 包括像这个Big7当中的 微软或Google 还有其他的科技龙头 其实他们通通都跟AI有关 统计到今年目前为止来看 其实微软跟谷歌的股价涨幅 非常接近 最主要是两家公司 在整个发展AI上面 也有一些新的进展 其中值得留意是 原本大家担心 Google的AI 好像进度稍微落后了 目前看起来 微软是跑在前面的 不过这个时候 Google推出了 全新的AI模型 G-mini 这个部分 其实经过了评比之后 在总共32项的测试 发现有大概30项 都是赢过OpenAI的 GPT4的模型 当然这个部分 它的宣示意味是非常浓厚 这个模型 其实它是所谓强调 多模态 就包括不管是说 文字图片 声音影像等等 我简单举个例子 在测试的人员 他拿一张纸在上面 画一只鸭子 让这个模型 AI模型来做判读 他立刻可以分辨 我画的是什么 正确回答是一个鸭子 表示他有最基础的 影像辨识能力 不止于此 接下来立刻从画面当中 再拿一个小朋友 泡澡会玩的小鸭鸭 然后再问他这是什么 他也能够分辨出 这是一个实体的鸭子 问他能不能浮在水面上 他说我不知道 不过看起来这个材质像是塑胶 在挤压一下的时候 因为那个鸭子压下去之外 会逼声会发出声音 他就说 应该是能够浮在水面上 因为表示挤压有声音 就是里面有空气 所以表示说 他的一个理解程度 从基础的图像 到有这个立体感觉 甚至包括对声音的辨别 还有他反应速度 所以其实 目前总共推出了三种的版本 不管是在大型的云端资料中心 或者是说在手机都可以应用 所以我们强调 2024年的AI 就是要走向生活 走向边缘运算的PCMB 以及手机 所以在新的晶片 跟新的平台 新的AI模型都发表之后 如果AI真的能够扩大应用的话 不管是根据高盛的预计 或者是末日博士 总经专家罗比尼的预计 其实他们的看法 有一曲同工之妙 都坚定的认定 未来AI的发展 是能够提升美国的经济 其实包括全世界经济都会受惠 因为AI代表就是创新 跟生产力也提高 尤其如果以罗比尼的预测来讲的话 未来十年 AI可以让美国的GDP 提高七个百分点 刚未亮带我们看到 AI是趋势 未来甚至可以带动 美国的经济成长 其实昨天在美股当中 AI概念股表现也非常的亮眼 所以也带动了在今天 盘面上的AI族群 有名客今天真的是满血复活 不过AI股接下来要怎么选 它是不是也有强弱之分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晚上美股主要是 超微的一个利多 当然这一阵子里面 包含Google也有提到 AI的话要用在手机里面 大家去看 在早期的时候 比如说今年5月的时候 是灰达一支独秀 然后其他的部分在跟 但是最近灰达的消息 比较没有那么多 反而是其他 我们可以合理的再讲 在美国里面 已经变成AI百家争鸣 所以现在台湾的 如果说你是跟 灰达的营收绑在一起 或者是你跟灰达的发展 绑在一起 其实不见得像前一阵子一样 就是这么一听到好消息 就马上涨 反而是其他的族群在扩散 今天的话各位有没有发现 AI的一个股票 在早半场的时候 其实是不错 但是只有上演了 所谓半场的一个好戏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最近的盘面在轮动 所以也没有办法说 让AI全部的雨露均沾 这个观念我们在 今年的9月份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醒大家 现在的AI已经跟5月份 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我们如果是用一个 波浪的结构来看AI的话 我们来定义各个族群 它其实不管就产业的 未来的营收momentum 或者是说它的一个股价 跟它的一个筹码 我们用波浪来标示 所有的次族群 它相对的位置 大家就会比较好去理解 而目前还在上行浪里面的 应该包含像细光子 或者是IP 或者是PCB PCB的话 应该是已经来到浪的尾声了 来到浪的尾声 接下来的话 在下行的过程中 包含像机壳跟组装 应该都还没有落底 不管你是就营收 就筹码 或者是就跟灰达 绑在一起的一个消息 他们应该都还要有一段的整理期 目前已经沉底的股票 就是只要有利多的话 就有机会 从这个地方开始上去的 包含像AI医疗连接器 跟这个所谓电源供应器 所以从浪里的角度里面的话 各位就比较好理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看起来在上行趋势里面的 细光子 它的代表股票 就包含像前顶 上权跟联均 然后IP的话 当然是这一波里面相对最强的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的创意是涨停 当然世新还在继续走 然后带动了所谓的资源 PCB的话已经来到了尾声 包含像排光电 联帽 滑通跟金箱电 这一块的话 大家在追加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要做得比较短一点 下行的过程中 机壳跟组装里面的 包含像广达 各位可以去看电子五哥 在最近的状况没有那么好 对 但是也不是属于大跌 就是属于大中段整理 但目前看起来的话 应该还没有到区间的底部 那机壳类的包含银帮秦城 跟川湖 另外的话 像底部区的一个股票的话 这地方成交量都开始缩了 但是就是要看 有可能营收的利多 或者是有什么产业的刺激 来去激发它的一个股价 这里面包含像比如说 台达电 康苏跟光宝的电源供应器 连接器里面的信华 嘉哲跟梁维 AI智慧医疗这一块的话 包含广达 鴻海 陈叶医 铭基医跟商制器 我们现在标举两档 比较重要的代表股 给各位做参考 第一个的话 就世新KY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一波的一个IP 它是领头羊 它在攻的一个过程中 虽然它今天后来收黑 但是它跟创意之间的一个比较 把创意给拱上来 另外前顶的话 是这一档 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讲 同时在上权里面 都跟各位讲细光子的一个部分 各位可以去看 它的一个高姿态的一个整理 似乎就比广达强很多 那接下来的话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再做 AI的投资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去看 另外一块蓝海 蓝海就是说 比较不是属于那种竞争的 大家好 就一窝蜂的筹码 比较凌乱的 在今年的上个月的 11月30到最近这几天 不是才刚结束一个 所谓的医疗展吗 医疗科技展 当然大家会认为 这个题材其实已经结束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因为现在老年化的社会 不会引发除太多 再加上高龄长照的一个关系 所以不管是所谓的全靈健康 智慧医疗 智慧机构 或者是精准医疗 其实它这个体材会继续延伤 我们来看一下各家 现在目前在智慧医疗里面 推出来的东西 包含像这个灰达 灰达它之前我们7月份的时候 就有听到这个 投资5000万美金 大概是台币差不多15亿 然后去投资recursion 这样的一个药物探索模型的 一个发展 这一家公司里面主要就是说 用AI的一个方式 甚至是AI的方式 去找到最适合的 某一个疾病的一个用药 然后来提供一个 所谓AI云端的 Bionemo这样的一个东西 卖给生技科技业者 另外鸿海这里的话 它本身就有跟台大合作 这个IE中心 还有这个所谓永悦平台 跟光子的治疗 还有另外一个Codactor 跟长庚合作 另外广达的部分 林白理董长这个地方特别提到 他说台湾有三大优势 第一个优势的话 主要就是晶片的设计能力 第二个的话就系统整合 第三的话我们有GPU的晶片 这三个的话 就会把所谓的伺服器 独占了90% 各位伺服器不光只有用在 我们一般的企业用 包含像医疗的这一块 所以最近的话 各位我们就举其中 最重要的一档股票叫广达 为什么我刚刚在 波浪的这个结构里面 那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广达其实还没落底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形态 如果说我们基本上 把这个地方画一条横线的话 它实际上在这一块已经破了 那在破的一个过程中 目前各位可以发现 投信的筹码一直都在卖 那为什么前一阵子 投信买这么多 现在在卖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跟ETF有关 因为ETF里面 不管是你看到的 高收益 高殖利率 或者是什么 之前把它列为标的的 因为股价高了 所以它殖利率变低了 所以这些名单 其实基本上都要剔除 剔除的过程中 投信之前持有的 比较大的一个仓位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去做释出 但是问题是股价 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弱 所以回头的话 我觉得一个中段整理 你要给它一个时间 可能到明年元月份的时候 比如说晶片的 缺货的一个状况 已经解决了 那它伺服器的一个出货 可能上旺的时候 就有办法配合的营收上去 所以这三大科技巨头 都同时的看好 就是AI医疗的部分 对 但是如果我们不要讲这么大的 我们稍微再讲精准一点的 因为精准医疗 我们也把生技的族群 再精准一点的话 其实我跟各位来 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 有跟各位来讲医疗科技展 但是那里面的一个股票 我们今天来稍微看一下 我觉得有一档 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4164的陈业一 陈业一是台湾第一家的 医疗仪器的经销商 它本身是做通路的 但是后来做代理 然后基本上最大的一个 肿瘤设备的代理商 我们看看它代理什么东西 公司引进的是 比利时IBA的一个 先进直指治疗机 这一台机器很贵 新台并卖12亿 它有一个现成的营收 就是国防部 国防部在去年 它拿到了一个案子 就是核磁导航行的 一个急速放射治疗系统 这个的话是5.2亿的 一个采购案 这个采购案的话 大概今年的第四季 应该是要认列 目前从10月营收 创新高来看 应该已经认列了一部分 所以接下来11月 应该还要认列 我们用整季的营收来看的话 第四季有机会 比第三季倍数的成长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整个在营收的 一个结构上来讲的话上去 问题是 如果股价在相对高的话 我觉得这个股票 就暂时可以稍微等 但是目前它看起来的位置 比较漂亮 第一个我们从日线的角度来看 我们很难得 去等到三条线合在一起 就是季线 半年线跟年线 那个在我们的技术分析里面 叫三线闭合 三线闭合的一个情况之下是纠结 纠结的话 因为它基本上这三条线都是上升 所以就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支撑力量 所以上去下来我们视为回马枪 只要量缩就好 不要带量跌破 第二个的话就周线来讲 它是所谓的收敛末端 上一次收敛末端 后来喷出66% 所以这一次的话 我们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攻击的讯号 刚刚远民哥带我们看到 是在AI的部分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 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前外交部长秦刚 今年初他才刚被习近平提拔 当外交部长 结果在六月底的时候 大家就说他怎么被消失了 现在美国的媒体报道说 这个秦刚 他可能在七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遇害了吗 我们要请教吴老师 我当时也是这么猜测 现在印证 现在这个是网路上 这个Political这个媒体 也还算有一个可信度跟知名度 他不是随便的一个小字号的媒体 他的报道是说 秦刚在今年七月的时候 可能已经遇害 那么不外乎是酷刑或者自杀 那不管怎么样 意思就是说 他进一步把那个理由讲出来 重点在这里 他的理由是说 俄国把情报 拿到的情报 那个告诉习近平 现在知道他派的那个人 普丁派的人 是副外交部长鲁登科 那六月二十五号那一天 就是秦刚在媒体上曝光的最后一天 就是跟鲁登科见面会谈 结果没有想到鲁登科就是在背后捅他一刀的人 所以这个对政治上的那个权力斗争 这个戏剧增添了那个戏剧成分 那串出是因为秦刚泄露一些军事机 那现在理由真的理由是说 秦刚的消失跟火箭军高层被整肃 是同一个时间 所以现在发现是理由是这个 就是说秦刚跟火箭军的高层 大批将领的消失 涉及的是中共的核武器计划 这个泄密 然后对习近平来讲 这个其实是背叛 你等于出卖国家重要机密 他不是习近平的人吗 对 他号称是亲信 他是这样子 媒体把他描述为史达林市的大清洗 那我们先解释一下 所谓史达林市的大清洗 是指整肃的对象从政敌转变为自己的 自己人亲信 从政敌转为亲信 那一般的话就会把这个描述为 独裁者巩固权力的一种做法 一个特征 那这样讲的结果 等于在呼应拜登对习近平的描述 那个旧金山高峰会之后 不是记者问拜登说 你还认为他是独裁者吗 他说是 那独裁者才有的这种 巩固权力的行为模式 就套在习近平身上 但是这个其实不对 这是西方媒体的一个误用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因为他是亲信 他是所谓要整顿亲信 是这样 他用这一批亲信把政敌斗倒 然后之后用下一批亲信 把上一批亲信换掉 所以他是在亲信这边做新陈代谢 因为旧的那批亲信 有立下功劳 可能会伟大不掉 然后用新的亲信 把旧的亲信取代掉 所以他是要清洗这个亲信 就是有点像中国历史上的 这个拿下江山以后杀功臣 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朱元璋 那为什么 后来朱元璋有讲 因为他要帮接班人 他的孩子被清除朝廷的重臣 将来孩子们看到这些薄薄熟熟 可能管不住 所以老皇帝为小皇帝清除 接班的入障障碍 所以他要把这些有功的工程杀掉 那类似这种概念 所以习近平也是类似 但是其实不是 因为他不是 因为他是亲信 所以被清洗 是因为他背叛 背叛 对 就是说涉及到重要军国机密的 这个泄露 所以这个不是因为你是亲信 我要把你换掉 不是这个 所以这个比喻 不是很精确 就是有点像独裁者在清洗 巩固权力 但是并不是说因为你是亲信 我把你换掉 因为他才上任半年左右 外交部长上任不久 年初的时候才刚提招他 如果他做了几年 做一阵子以后 我用新的把旧的换掉 说得通 所以我觉得外媒 外媒是因为了解史拉林太多 然后就套过来 套用在习近平 那其实是这样 所以当时还有一个传闻 就是说傅小田高调 塞恩爱 把他的孩子的父亲 讲成是那个秦刚 那他回国以后也消失了 那其实现在解释 那个封外情 这个丑闻 是用来遮盖真正的理由 就是让大家以为是这个原因 所以要把它整肃 以为是婚外情 但其实是泄露军事 其实是真正的理由 听说这个是秦刚 跟当局的交换条件 就是他可以去 这个算是自杀 但是条件就是 你不要把真正的理由讲出来 因为背叛或者出卖国家利益的话 这个理由很糟糕 他的形象会毁掉 所以他说可以 他可以这个接受制裁 但是希望用别的理由 宁可悲丑闻 对用这个丑闻 盖掉真正的理由 是这样 那问题是 他怎么会牵涉到火箭军 因为核武器的发射 需要用到导弹 就是你有核子弹头 还要能够发射工具 发射工具的话 就是火箭军 那火箭军知道 一旦开战的话 不管是在南海 在台海 在东海 一旦开战的话 美军绝对先干掉 那个火箭军的基地 他们会变成炮飞 第一轮的被攻击的对象 所以他们要自保 就暗通款取 就是把一些机密泄露出来 结果习近平就发现 军方控制不住 必须整顿 这个时候 火箭军的高层整个换掉 跟秦刚的消失 同一个时间 所以就是有人说 这个其实秦刚的问题 出来这里 不是分外景的这个丑闻 谁没有分外景 对中共高层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这个 这样的话等于背叛 那这样产生什么效果呢 首先我们看出来 习近平对火箭军整顿 还有总装备部 那个李尚虎 就是国防部长 后来 因为总装备部也设计 还有潜艇部队 这些整肃 那这样的结果 三年内至少 你还没有准备好 可以对外发动军事行动 因为你这样整肃 进入军方的话 你要是真的逼 逼军方去开战的话 军方说不定跟你拼了 枪口向后转 他必须确定军方听他的话了 他才能够做事情 所以估计三年内 大概没办法动 然后他去跟拜登讲 我没有什么二零二七年 要打台湾的计划 我二零三五年也没有 其实是实质上是这个 就是三年之内 他既然整顿军方 不是我们说至少 既然整顿军方以后 他没有把握以前 不会让军方去发动战争 那这样的结果 我们知道经济跟政治 有一些关联 现在是中国经济 现在如果他忙于内部问题 既要控制军队 也要解决经济的困难 这样的话 那么还要应付可能的政变 所以他忙于应付内部问题 这个的话就会变成习近平 是不是能够把经济拉起来 有问题 有问号 那中国经济如果继续 比如说走衰 看跌的话 那么会影响到全球景气 也会影响到市场的避险情绪 是不是拉高或者降低 会影响到市场的运作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中共官员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不晓得谁会 比如说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都会这样 之前也传说他其他的亲信 也一个一个重镜落 那现在还会有其他亲信被整顿 他们会有这样的单元 表面上是亲信 但是因为有真正的其他理由 宁可无所作为 也不要太有作为 对就是会集体躺平 这样子的话 政策上会更保守 上面喜欢什么 我就说什么 所以整个政策的制定 可能会失灵 然后对经济问题的 对经济更不利 对没办法 官员如果出点子的话 到时候有成果是习近平的 有问题就是你要背锅 谁敢干活 比如说我提出什么 什么主张来刺激消费 刺激什么皇帝产什么的 要是没效果的话 就是你为你试问 有效果的话是习近平的领导 所以现在官员的话 没有安全感之下 大家会保守应对 所以很难期待说 会推出有效的 旧经济的对策出来 刚刚吴老师 但我们看到中国自己 政治内部的一个问题 可能接下来对经济 反而是更加的不利 不过我们说中国的政经纷扰 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么看到这一项调查 根据中国现在要严查的是内线交易 我们要请建讯带我们看 一个礼拜有10起 因为A股内线交易被立案调查 而被调查的公司股票 现在纷纷被抛售了 其实斐鱼 现在中国大陆的上海股市 已经连续很多天都在3000点以下了 已经连续四个交易在3000点以下 所以这个卖压可以说非常沉重 不只如此 因为内线调查 我们想说内线怎么样 这是股市一想到投资人就要抛售 抛售了之后 这些人可能被罚很多钱 这些罚的钱 有可能罚到上千万人民币这么多 所以现在整个的上海股市的股民 可以说非常的忧愁 本来总经就已经不好了 然后你又来查内线交易 然后股市又跌 所以非常的问准 有没有 现在我们刚才讲说 中美的科技战 已经从科技的战争 变成了金融的战争 这几天这整个礼拜来讲 整个金融的股市最大的一个新闻 就是穆迪调降了平等 后来连港澳还有几十家的公司 全部一起杀 所以穆迪可以说是 中美的金融大战 吹起了什么 集结号而且开了三枪 开了第一枪就是跟你讲说 你的国家的性贫 跟你调整说是负面 第二个跟你调了什么 八家的银行 你调成负面 这八家是哪八家 包括中国银行 农民银行 建设银行 工厂银行 各位观众 如果恒大倒了 中国不会死 但是中国银行如果倒了 这个中国不死也半条命 所以第三枪是什么 他调降了18家的 这个氧气跟国企 还包括阿里巴巴 腾讯 中石油 中海油 所以是这三枪开下去之后 这个目的他本身自己也知道 我这个三枪开的 其实动作很大 我会不会被人家寻仇 挑衅 报仇 所以其实内部员工就传出来说 其实这件事情 在爆发之前 在降频之前 目的就已经发信了 跟员工说 你最好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又来一次 他怕的是什么 怕被搜索 怕被丢鸡蛋 怕被抗议 怕被限制人生的一个自由 而且还建议香港的兵器师 不要前往中国 不要前往中国 因为他很怕 怕会被抓 怕会被抓 其实吴都优 其实很多的华尔街的投资 已经慢慢撤离中国大陆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桥水 其实桥水的创办人叫做达利欧 他本来就很看好中国 他甚至跟他的研究员说 你不要出具赤裸裸的负面展望 你就知道他多看好中国 但其实身体很诚实 桥水在今年以来 已经减持中国大陆的股票 减了一半以上 对 年减六成 这个是桥水的部分 第二个我们再来看黑石 我们知道黑石是很大的一个 私募机构 当有一个叫做苏世民的这个人 他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中文名 但其实他是一个76岁的老外 他是大概美国非常有钱的 一个创办人之一 他在当吃屋在中美贸易的时候 他是变成一个对话者的角色 他还有管道可以对话 但没有想到 其实黑石 他在2021年的时候 还是停止了一个 收购SOHO的一个股权的交易 你就知道 不管是桥水也好 还是黑石也好 都已经华尔街机构 已经在慢慢的削减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对 那不止如此 像最近很 其实这两年 只要有在跑这个两岸三地 或者是台商的 你有去拜访就知道 供应链管理这五个字 对于业者很重要 因为客人 像是苹果都会跟你讲说 你要在哪边生产 我要南中国 还是我要南台湾 因为有时候连台湾 他们都不要 因为他怕有这个战争的风险 所以叫供应链的管理 就像我们台积电 就跑去哪边 跑去了日本 跑去了美国 跑去了德国 那有一家中国的电池大厂 叫做国宣高科 他最近九月份 需要去伊利诺州设厂 这个设厂 本来想说应该也没什么 但是中国这件事情 可能就恼入了中国的政府 就想说 你怎么可以 我们在中美贸易对抗战的时候 你还跑去投资美国呢 所以他就跟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理由 我要整肃你 我要找理由 讲说你揭露不实 因为你九月份就去了 但是你十月份你才公告 所以揭露不实 所以他说没有及时披露 所以董事长来来来 我来约谈 所以他被约谈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无独有偶 最近还有一个外资 撤离了这个中国 他其实被撤离中国当中 是陆陆续续 那这个礼拜传出的是一个叫 趋势科技 就是这个防毒软体大厂 其实他的这个创办人张明正 也是台湾人 那传出了他猜测了 在南京的研发中心 裁员70个人 好 不过我们说 中国到大家都一直说 为什么会降到负面 是不是他们有些企业 是真的问题很多 包括大家也在说 这个接下来 这个万达集团 会不会是下一个爆雷 在过去万达集团的老板 他以前是中国的首富 其实那个斐鱼 我们这一张的CG 主要讲的是四个 关于各种阶级求生的故事 我们先来讲 银行现在要求生 银行要求生吗 银行不是很好 就是借贷放贷吗 观众观众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我们想想看 当经济如果不好 前一两年的时候 大家没钱要怎么办 要去借钱 可是已经不好一段时间之后 我各位观众 大家已经不敢去借钱了 因为已经没钱可借 我已经还不出钱来了 现在中国的银行 就面临这种情况 现在变成说 我要求求你来借钱 现在银行要放贷出去 但是没有民间的人敢借钱 因为他们怕还不出钱 所以你看那个平均的借贷利率 一直在往下降 他把利率调降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企业来借钱 但是问题是每年的11 12月 其实都是银行借贷的旺季 有钱没钱逃个老婆 或是借些钱好过年 但是现在已经没想到 利率到3.5%以下 已经内卷卷到3.5%以下 还发什么优惠券折扣券 但还是没有人来借钱 所以银行的利差会进一步的承压 第一个我们讲的是银行的求生 第二个我们讲的是首付的求生 这个前首付叫做王健林 他有其他一个万达的集团 其实万达你只要去中国大陆去 你就看到万达城万达隐城 他是非常有名的房地产业者 最近没想到他卖了很多地 他说他在卖资产要套现 已经沦落到要卖资产了吗 因为他在过去一两年 他募集了大概300亿元 说我要去香港上市 而且利息高达12% 就没想到他一年两年都没马上市 所以他最近有一个400亿的 股权的回购款要有现金的压力 所以他只好一直卖土地 就连万达影视 我们其实看很多电影 前面都有万达影视 而且他本身在投资电影院 我们台北市大概只有11 12家电影院 他万达影视 他有800多家的电影院 在中国大陆一次在上海 全部都要被卖掉 所以这个是王健林可以说 他过去20年 自己有拿到房地产的红利 现在成也房地产 败也房地产 现在是王健林的求生计 我们可以讲说 第三个求生的故事是什么 就是你要小心现在的企业会 骗你离职而省什么 省资遣费 这听一下有没有匪夷所思 骗你离职要怎么骗 好 比如说 匪夷你是我们的头 你都说这家公司对我们不好 你就带着我 带着永明 带着吴老师大家一起全部跳槽 就跳槽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上过年前跳槽 就是说有别家公司来挖角这样 就假装来跳槽 我们就放弃了什么 我们放弃了资遣费 我们放弃了年终 没想到我们全部跳过去 逼公司之后 菲御你就不见了 你就失联了 所以是什么 你是救公司来反串的 骗了我们全部跳槽之后 你就不见人间蒸发了 所以我们连什么 我们连年终也没有 我们连资遣费也没有 所以各位观众 最近这种最新的 骗人家跳槽的事情 所以也要特别小心好不好 最好是不花半毛钱 就可以裁掉60人 就裁掉60人 这是最新的资遣的技术 我们最后再花一点点时间讲说 如果一般的民众 真的过不下去怎么办 就只好去离开国家 去偷渡 像最近就有一个故事 就是蛮多的中国基层的人 他们在当地活不下去 就偷渡到了中南美洲 跑到了巴拿马移民局 他就统计 真的有蛮多的人是越来越多中国人 进来他那边 如果大家对地理有点概念 其实巴拿马离美国还有段距离 所以你是到了巴拿马之后 再用走的 或者是用车子载的 载了一两千公里 然后到了美国 这中间的偷渡要怎么求生 都有偷渡笔记 流传指南 跟你讲说 你只要到了美国之后去自首 然后就可以在美国展开新的生活 是不是很悲伤的求生计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的是 根据统计 台湾在今年上半年 每一秒被骇客攻击 就将近有1.5万次 这是居亚太之冠 那么到底 在资安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之下 趋势割记 如何去做到连续100计 都可以赚钱 都可以获利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